金华城现在被北检申请扣押土地获准 但究竟停不停工 似乎让台北市府伤透脑筋 副市长李四川11号深夜发文 替公务员报区 认为市府最多只能不与施工勘验 没有一条法令可依据马上停工 依法行政也承受责骂 真是公仆难为 县法官给我们的公文 认为应该要按照66年跟67年的函事 先离不施工勘验 那后续就看这个释送案怎么做 前几天市长小湾被执行时 却说得斩钉截铁 若继续施工就勒令停工 那不予施工干业 如果金华城继续施工 我们就会依照建筑法56条87条勒令停工 如果他继续做 你就会勒令停工对不对 建筑法87条的法就在那里 怎么会没有办法依法行政呢 行政裁量看的就是市长的魄力 怕他公安有问题 叫他来协商嘛 怎么都不敢做 金华城就吃定你 蒋万安你就是软弱 有法条可依据 市府却又发函问法院 是否可以勒令停工 让议员认为多此一举 呼吁市长拿出魄力 卑鄙市长 法院就已经回复告诉台北市政府 贵府自行依职权着处 蒋万安很明显甩锅失败 现在我们就是依法不予施工勘验 如果他未报勘验 而进去施工 就会依照建筑法第87条 依法勒令停工 蒋万安最解释 这次和副市长口径一致 先不予施工勘验 金华城停不停工 再度上演工坊战 明星文组合报道